这就叫医者父母心 今天下午2点20分 在常州闹市区南大街花样 南大街的花样年华驾驶酒店 发生了大火消防队员成功的从大火里边救出了39人 由于这救援比较及时 目前没有人员上网 我在那大概是2点20分左右就开始了 然后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空变 刚刚就是救出来的人 大概我点了一下 大概有20分左右 记者赶到现场时 浓烟已经将整个大楼覆盖 地面上满是破碎的玻璃碎片 闻讯赶来的消防队员立即搭起云梯 从2楼的酒店中不停地将被困人员救出 为了防止浓烟聚集在室内 给被困者带来伤害 一名消防队员不顾高温和浓烟 不停地将玻璃窗敲碎 疏散聚集在室内的浓烟 记者在现场谈及到火灾发生后 浓烟阻断了下楼的通道 有近20人被困在三楼到五楼的花样年华 假日酒店里 以及五楼楼顶的平台上 截止记者发稿前 消防队员用消防云梯 一共营救了39人 安全下楼 没有人员伤亡 具体的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报道